接着第三个 嫉妒 看不得别人好 看别人好 自己就难哭 这是很严重的烦恼 对自己的伤害很大了 自己的负责 已经不太大了 这个嫉妒对负责的伤害非常大 我们在课堂上书 嫉妒障碍别人 破坏别人 别人受到的伤害三分 自己受害七分 来生的果报在地狱 你就想得多可怕 菩萨聪明 翻过头来 叫我们修随喜功德 我们看到别人好 欢喜 赞叹 全心全力帮助他 成就他 这个功德跟他一样大 人家带头在做 我们占光 我们分享他的功德了 这个叫聪明 我们把它破坏了 破坏对他没什么损失 对自己 对大众 产生重大的损失 为什么 这是一种好死 是大的佛报 破坏之后 这个地方人没付 你把这个地方的人 佛报全破坏了 你造的罪多大 你别以为是一个人 千雷的人有多少 千雷的人越多 你的罪就越重 那翻过来 你要帮助他 成就他 将来得佛的人越多 你的佛报越大 如果是 这一个地区人得佛 这一个国家人得佛 全世界人得佛 你的佛报得了吗 不得了啊